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8月24号,凯卢牛市 现在是早期的纠点,港海季 让大家看一下 今天凯卢牛市买牛的人不算少 最近这两天市场的缴一辆 明显着比上一段时间 缴一辆要小一点了 今天我们也不能那么着急 我们就给一家买牛 给安徽快北的哥 买这个七八百斤的 陶梯性的狗牛 我个人感觉凯卢牛市上的牛 拼中还差不多 价钱还是比较合理的 今天反正还没有那么忙 先逛一圈再说 看看市场的行情 让大家看一下 今天凯卢牛市上的牛猫 这头肱牛大不大 看这牛的猴子做 刚才卖牛的老板说 这个牛有一吨多点 两千二百斤 这个牛漂亮不漂亮 在这里也祝咱们养牛的朋友 养了牛 都给这一养 都能养那么大 养这么大也都能赚到钱了 走吧 不能打货单卖牛 给安徽快北的哥 该下机了 该下机了 一下买了十卷 让大家看一下 这十卷 总共是六十头股牛 平均没头牛的价格 和一万三千零无事 看看这牛的提醒 今天凯卢牛市 卖牛的人不算少 但是脚鱼量特别少 七八百斤的脚鱼量也小 四五百斤的脚鱼量也少 走吧 装车回家 下机了 开始装车 今天在凯卢牛市 总共买了六十七头股牛 六十头大了 是给坏北的哥买的 还有起头小一点的是 我们家自己买的 先装车回家 再让大家看一下 今天在凯卢牛市 给坏北的哥买这六十头股牛 也过完棒了 这六十头股牛的 平均没头牛的价格就是 一万三千零无事 平均没头牛的重量是 七百七十三斤 按胆斤其算 一斤喝到十六块八毛八 让大家看看喝时不喝时 看看这牛的提醒 让他们休息休息吧 那今天视频就想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咱们下期见